哈囉哈囉 我是慕尼 今天來開一下VVIP 最新的 幸福結婚季 現在已經剩下九天多了 來吧 我們來領 這一季的VIP 特別的是什麼 其實我在版本更新有講過 就是它有出兩種版本的 另外一個版本的話 是會有送這個動圖啦 就是一個頭像而已 然後會讓你的這個等級直接開到第18格這樣 我覺得大家買一般的其實就差不多了 除非你真的 就是想要趕快拿到 再選擇430就好 來吧 那我們來領 這一次第一個是花童馬爾祭司 這是寵物吧 這個感覺好大隻喔 它第一個階段就這麼大隻嘛 它的眼睛是愛心的 上面還有這個白色的蝴蝶結 它背後也有欸 再來是迷你婚禮花束 這個是手持的道具吧 感覺還不錯 會不會像之前那個玫瑰花一樣啊 會有那個嫁給我那種感覺 再來 瑪麗爭婚殺血 然後大蝴蝶結婚 殺頭殺 婚殺頭殺 完了有點饒舌 接著婚紗短髮 這個婚紗短髮它的耳朵還有耳環耶 是蝴蝶結的 然後是調皮的新娘臉 這個是紫色等級的嗎 他這個眼睛看起來很亮耶 感覺很開心 嘴巴還有那個口紅耶 接著是迷你婚紗 也是一個蝴蝶結的 這種婚紗的造型好像之前的禮包喔 不過他胸口這邊是一個蝴蝶結的造型 蠻可愛的 接著是家具了 婚禮入場 婚禮場地入口 這個感覺還不錯喔 前面還有那個蠟燭 接著是婚禮場地桌子 上面有些鏡子耶 接著還有東西嗎 有 婚禮蛋糕和果汁 這個總算可以買東西了吧 這個靠近他應該可以買個蛋糕或果汁吧 還是什麼都不行 只是造型的話那就有點可惜了 喔最後了 蝴蝶結熊熊 我們這一次的VVIP熊熊長怎麼樣 我們來看看 喔他的眼睛有眨眼給你看 給你拋媚眼 他手上還有拿捧花耶 是不是搶到捧花 好了 那慕尼確認一下應該是都零了 這一次的東西 可能是因為有寵物跟手持道具吧 感覺沒有到很多家具 家具蠻少的 那慕尼就確認完畢 我們就來變裝給大家看 好那慕尼已經變裝完了 有沒有就長這樣 好像跟黑皮膚還蠻搭的 蠻健康的 這一套還蠻可愛的 他的這個髮帶非常的可愛耶 再來的話就是 平凡的身形啦 比較高一點的 喔這個 這看起來也是還不錯 然後長腿的身形給你們看一下 喔就是這麼高 還蠻好看的啦 再來就是 值得信賴的身形 他的蝴蝶結也變超大的 手套也超大 耳環呢 耳環好像沒有變很大 但是他整體就是非常的巨 好那我們來看我們的家具吧 第一個是這個 婚禮入口 喔這個婚禮入口居然可以點耶 我以為他只是一個家具 好吧他點下來的話 我再猜會不會是這個蠟燭會發光 欸真的是 跟我猜的一模一樣 我完全沒有點過沒有看過任何的 一猜就猜中了 好吧 有個燭光的感覺 那再來的話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也可以點耶 這個東西可以點的話 一樣也是蠟燭嗎 啊一樣也是這個蠟燭點起來而已 有點可惜啊 除非他等一下 燈變暗的時候效果很好 接著是這個東西 啊這個東西不能點 不能買個蛋糕或飲料嗎 就是拿一下會有這個酒 感覺會很有氣氛耶 這個不能用真的是蠻可惜的 最後是我們的VVIP熊熊 好再眨眼 手上拿一個捧花 好抖了一下旁邊 喔他的手會拿那個花抖來抖去好好笑喔 再看一次再看一次 你們看 靠近這熊熊 欸抖抖抖抖抖 要不要我的捧花 然後旁邊會有那種 那個白色的是什麼 白色的花瓣耶 好像有點像愛心的花瓣耶 好酷喔 但這整體看起來蠻可愛的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把燈光調暗的效果啦 給你們看 就是看得到這個蠟燭會發光 其他都不會 這感覺就是同一個蠟燭 然後分很多個而已 比較可惜啦 沒有想像中的厲害 就是燈光蠻微弱的 你看如果我把他調這麼暗的話 好像效果就更看不到了 OK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VV黑熊熊把他被發光 可以看到他的這個 很像愛心花瓣的是有一點點亮度的 其他這個家具是完全都沒有亮度 包含我們的婚紗本身都沒亮度 然後我那時候在想說 這個角色這邊的耳環啊 看起來像珍珠耳環 他好像也不會發光耶 然後手勢這邊的飾品也都不會發光 這一套是這樣 那我們接著呢 把燈光調成正常的 來看我們的捧花吧 捧花的話是在這裡吧 迷你婚禮花束 它是花束不是捧花 我們看一下 這是個玩具 也是可以做使用的 應該也是那個嫁給我的那個感覺吧 不一樣耶 他是抖兩下 跟我們VVP熊熊一樣 我們靠近他 我們該VV黑熊熊也是這樣耶 你看還是抖兩下 來一起抖兩下 一模一樣的動作耶 只是放到VVP熊熊身上 好吧 那我們接著再把這燈光調按 這個捧花看起來也是 沒有任何的光源 它也不會掉一些花出來 再來就是我們的寵物啦 花童馬爾祭司 喔這個 它的這個指令有這些啊 有翻滾那些的 來我們來召喚它吧 紫色等級的 來 它眼睛有愛心啊 眼睛有愛心 那我們跟它玩一下好了 我們過來 跳一下 它的愛心 不會永遠它的眼睛都是這個愛心吧 它現在 眼中只有慕你 所以眼中都是愛心的 它不知道有沒有其他的動作耶 就是它的表情會不會變 不會永遠都是愛心吧 然後吐石頭這樣 然後它會不會發光 應該是不會吧 哈哈 它不會發光 好 那這應該就是我們全部的家具啦 這一次的家具是比較少 然後特色的話我覺得還好 就是婚禮的風格啦 但是我覺得這一套套裝啊 還有這頭髮其實是蠻好看的 就是單純以寵物加套裝的話 我覺得這一季是蠻值得的 如果你們是買那個1900的話 這一套還可以 因為我記得之前 好像有賣那種婚禮的服裝 然後是賣600多還700多吧 可能要找一下 就是 啊有這個嗎 婚紗的這個的 你看 這個要490 這個490我覺得都沒有這一次的VVIP好看耶 我覺得啦 欸然後我發現有個按鈕耶 發送禮物 這個是怎樣 喔送給自己的情人是嗎 它可以開始送禮包囉 意外的發現這個功能耶 欸 我發現這旁邊有愛心的都有這個功能耶 這個是不是送給 這個 我們這一次新推出的情侶啊 我們下次再來 看一下喔 親密度應該也是只有 那個情侶有辦法提升耶 意外的發現 開箱這個VVIP的新發現 好啦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的VVIP開箱分享啦 希望對各位有幫助 那你們覺得這一套怎麼樣呢 這一次的 叫做 幸福結婚VVIP 我是覺得 還不錯就是以服裝的部分 還有這個捧花啦 啊花束 還可以抖一下這樣 那這部影片準備結束了 我是慕妮 我們 下次見 大家 掰掰 Chocolate s 鈣 雀 鴻 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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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